在神剑还未被拔出之前 村庄里的居民正受一种怪病的折磨 只有拔出神剑的勇者能够解救他们 并寻找治愈怪病之药 为此村长召集了年轻人 希望能有人获得神剑的认可 我们的男主义艳雄心勃勃 但他的妹妹却对此不以为然 他清楚地看出 村民们只是在应付村长的安排 任何人都可以拔出神剑 却无人愿意承担危险和牺牲 然而义艳并不理会妹妹的话 他充满正义感 决心成为被神剑认可的勇者 挑起拯救村庄的责任 在他拔出神剑告别妹妹后 卢自离开了新手村 开始了他寻找灵药和失踪多年父亲的旅程 他很快遭遇到了第一只小怪 虽然这只史莱姆看起来恶狠狠的 但对义艳而言 他的攻击弱得像挠痒痒一样 虽轻松地解决了小怪 但义艳并没有掉以轻心 因为他深知旅途的凶险 也意识到自己需要同伴的帮助 幸运的是 义艳很快遇到了第一个伙伴 一位看似实力出色的刀客大叔 看到他们进行一场精彩的打戏后 义艳向下一个目的地前进时 被大叔拦住 并提出要与义艳切磋 然而义艳没有时间理会他 多次被他无视后 大叔不得不临时加入义艳的队伍 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刀客 喜欢在杀敌之前慷慨激昂的演讲 然后再一刀解决他 第二个伙伴是一名身手敏捷的女刺客阿子 他一开始对义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原因竟然是因为画像上的杀父凶手 与义艳长得一模一样 在义艳的劝说下 如果确认了他是杀父仇人 可以随时杀死他 也同时路上帮他找到杀父仇人 最终误会解除后 阿子决定加入队伍 便一同与他们踏上了旅途 当然团队中必不可少的是法师 他们在一个村落里找到了合适的候选人 这位法师以欺诈为生 被义艳发现后决定加入队伍 也为了让自己出去见识一下失眠 虽然他的法术只能将别人的鼻子变成猪 并且CD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最终队伍集结完毕 义艳将开始副本之路 全队成员斗志昂扬 信心满满 然而就在他们刚走了几步的时候 意外地碰到了失踪多年的老父亲 原来父亲并没有失踪 而是在外面另外重组了家庭 父亲将他们要寻找的草药交给了义艳 并让义艳从此忘记自己 回到村子里安心生活 然后在众人的凌乱中 便带着后妈悄然离去 就这样 刚刚才成立的小队就此宣告解散 当他们准备分到扬镳时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闪光 只见一个满头都是包的男人漂浮在空中 全队成员立马都看到了他 唯独一眼看不见 在戴上法师给他的特殊红蓝眼睛后 义艳终于看见了佛祖 佛祖向众人解释了疾病的来源 原来是魔王才引起了世间各种疾病的思念 只有他们四个人齐心合力 才能阻止这场天地浩劫 拯救苍生 于是属于四个人的冒险之旅正式开始 就在双方都陷入困惑之际 队长问小弟们为何停止战斗 令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被下班铃声救了回来 原来已经到了下班五点时间 小弟们下班后打算去坚持喝喝酒 在他们态度坚决的情况下 队长只能看着他们远去 然后队长转身准备应对四个人 然而易燕毫不费力地解决了战斗 接着他们来到了一个新村子 整个村庄看上去空无一人 原来村里每年都要献祭少女给山神 以获得神明的保佑 易燕希望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想亲自上山与山神进行谈判 但村长婆婆要求他们必须带上祭品才能进入祠堂 否则大门将不会开启 他们就无法与山神会面 婆婆离开前特地告诉众人 祭祀的少女绝对不能中途离开轿子 就这样众人准备好了出发 然而这次途中他们并没有遇到山贼 而是遇到了魔王的手下 这是众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强大的怪物 法师立即阻止易燕想去消灭他们 因为面前的怪物实在太强大了 四个人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众人选择绕道而行 然而困境接踵而至 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个喜欢加班的山贼 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山贼的母亲竟然跟了过来 母亲态度诚恳地告诉众人 他儿子是个特别乖巧的人 但是面对如此过分的要求 易燕等人当然不能答应 然后母亲一一给众人发放粮食 他担心儿子手战打不过 所以请求他们老老实实地 被他的儿子杀掉 接着在母亲的解说下 两人开始了战斗 每当易燕与山贼对刀一次 母亲就在旁边解说一句 最终母亲眼看儿子不敌 决定用亲情来挡化他 在路上休息时 法师告诉众人他最近学会了一种新的法术 就在众人惊讶之际 法师立刻朝阿子施展了这个法术 原来这个法术叫做甜点咒术 虽然没有太大用处 但至少没有冷却时间 这时又有一个山贼赶到 法师立刻使用钢穴的法术 让山贼产生了想吃甜点的念头 一眼随即给予了致命一击 克服了无数困难 一眼等人终于到达半山 这时现级的少女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在感谢众人一路上的心情陪伴后 她希望自己能下轿子 和众人一起走 然后便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黄黄出 在众人好不容易才止住笑声之后 一眼发表了一番正义且直男的演讲 希望其他三人能够有信心继续前行 毕业听后又来了一段直男勇者演讲 阿子受不了她一直带着丑八怪的言辞 决定安慰并称赞少女 自从少女离开轿子后 接下来的旅程出奇的顺利 居然没有任何山贼前来抢劫 一行人也更加安全 顺利地来到山神庙门口 他们以为可以立即下山回家了 就在大叔走到前面时 少女警告众人要小心 因为山神祠堂的入口有怪物守卫 看着地面上的骨头 众人观察了一段时间 少女指出树上的考拉才是怪物 大叔则觉得考拉很可爱 于是冲上前想去抱抱她 最后被一眼的神剑击杀睡着了 终于他们来到了山神庙的门前 一眼向山神提出不再献祭祭评的请求 没想到山神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はい辞めます 年々レベル落ちてましたけど ここまで来るのであれば はいもういりません 本当にお品さんを連れて帰ってもいいんだな 逆に連れて帰ってもらわないと 決まります 少し複雑ですが 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 本当に 別でよかった ち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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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は勇者一眼他们路上遇到的一位强大对手 扶正行者 被誉为堪比舔刀勇者的存在 在战斗开始之前 一眼不耐烦地问他为什么每次出招前都要进行扶正动作 行者解释说如果不扶正 会感到非常不舒服 但阿子表示他无法理解 行者表示认为女人不会明白扶正位置的重要性 强调如果不扶正 可能会战死沙场 在进行最佳扶正位置后 行者决定全力攻击 然而行者实际上还有一个强大的技能 可以传染扶正动作给别人 一眼立即就被传染 不久之后 场上的三位男性都被扶正行者传染了 幸运的是 阿子作为女性则免受感染 并成功斩杀了扶正行者 否则小队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村子晚上休息时 三人听到有人在外面呼喊 原来有村民在晚上被怪物袭击受伤 怪物一到晚上就来村庄破坏庄甲 最近居然开始袭击人类了 大叔建议制造幼儿来吸引怪物 并让一眼在第二天晚上守护庄甲 然而第二天他们发现庄甲全被破坏了 这时村民赶来 不希望一眼他们继续保护庄甲了 因为幼儿反而让怪物更频繁地出现 一眼听后决定直接消灭怪物 他们来到怪物巢学口时 法师表示自己又学会了新技能 这个咒术名叫加一咒 可以使一眼的攻击力提升1.2倍 法师立即对着一眼施展了这个咒术 然而还没进入巢穴 一眼的腿因恐惧而打颤 这时怪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怪物突然出现 一眼看到怪物就发动了一次跳劈攻击 然而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战败后 他们回去向村民详细说明了情况 表示无法击败怪物 村民提到附近有一位铁匠 他铸造的剑可以打败一切 于是一眼带着众人去找铁匠 并表明了来意 铁匠解释说他铸造的剑必须注入战斗灵魂 一眼坚毅地表示义不容辞 因为自己就是为战斗而生的勇士 在铁匠对一眼进行操作后 成功将灵魂注入剑中 大家相信一眼能够经受住考验 仍然是一位勇者 女子がお風呂入っているところ覗きたいよ ちょちょちょってお尻にタッチしたいよ お尻にプーリプーリ 最后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得不求铁匠把灵魂还给一眼 恢复后展开讨论 试图找到解决办法 因为前面已经尝试了其他两位男子 都没有成功 最后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了阿子身上 哇 本当にこんなところ入って大丈夫なんですか かわいいですね かわいい 誰かを怪我でもしたら 紫泣いちゃいます 魂抜けたままがいいよね でも戦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もんね みんな かわいい 一眼看到阿子现在如此可爱 正欲动手去掐一下 却被警惕的法師立刻制止 然后在阿子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打败了怪物 三人表示真是可惜 因为阿子在怪物倒地的一瞬间恢复了原状 灵魂之剑也消失掉了 这时一道金光闪现 佛祖特地前来告知他们 他们最近走错了方向 我和阿子的大事 我和阿子的大事 为了战胜魔王 佛祖这次提前现身并告诉众人 必须要一个一个地去收集武器和道具 首先他们需要一件特殊的道具 来避开魔王的攻击 天女内衣 然而获得天女内衣并不容易 因为天女周围守卫森严 根据佛祖的指引 众人来到了天女栖息繁衍的圣地 却受到了一只勇猛的雄性河童的阻斗 他阻碍了众人的前行 易燕觉得区区河童并不可怕 直接上前单挑 勇士们意识到在水中 并不是河童的对手 易燕想出一个计策 利用河童喜欢的道具设置了一个陷阱 可就在易燕信心满满以为要成功的时候 这时河童竟然拿出自己的存活 还满脸挑衅地吃了一根 这让易燕陷入了绝望 可天无绝人之路 天空中突然掉下一本绘画本 里面有佛祖送来的锦囊妙计 原来要打败河童 他们需要前往山上寻找一件神器 前方旅途未知且充满威胁 四人小队很快遇到了一只凶狠的恶手 就在双方要交战之时 你好还有 是不是正常撑来的锦囊 在送走了这位逗逼后 接着翼燕等人又顺利地消灭了几波拦路小怪 最终来到了神器所在地 经历了一段选错宝箱的插曲后 他们终于成功获得了神器 然而神器并没有附带使用说明书 翼燕只好无奈地向河童请教如何使用 就这样通过河童超详细的讲解 翼燕等人成功击败了河童 如愿地来到了天女身边 翼燕毫不掩饰地向天女表明了他们的来意 想要仙女的内衣 历经这次失败 四人认真讨论之后 大叔认为也许翼燕缺乏经验 需要他这个成熟的大叔来帮忙 本来一切都进行顺利 最后根据阿子的建议 让法师对天女施展出鼻子法术 让天女担心自己会变丑 最终交出了内衣 而翼燕在她脱下衣服后 感谢地亮出自己的勇者短见 并且一路上一直把内衣披在头上 舍不得脱下来 看来他们离打败魔王的日子越来越近 这时佛祖突然出现 向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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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心是怎么办呢 感心是怎么办呢 年轻人 年轻人 真是的 不然不然 要不然能够多了很多武器 要不然能够准备 魔王就不能抵抗 对 次是 西方向 还不够长旅程 对 我手中的牙齿 它是日本最独特的反派角色 舔刀勇者 同时也是一位极唱跳乱 于一身的强大杀手 每当与对手一对一对绝食 他总会以一场热舞给对手送上 然后在小姐姐的赞美声中 逐渐迷失自我 最后成功送自己上路 打败魔王的路上 总会遇到这种令人无语的对手 佛祖察觉到伊燕等人的不耐烦 鼓励他们在坚持八级即可完成任务 今天目标则是一双 带有防伪标识的黄金洞洞鞋 这双鞋能增加敏捷度 让他们能够迅速躲避魔王的攻击 根据佛祖的指引 众人来到一个古怪的村庄 这里有一条奇特的规定 那些无法搞笑的人将被村长关进监狱 伊燕等人和村长问候了之后 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寻找战靴 他们来到村长的住所 按照MMORPG游戏的套路 打碎了村长家中所有的罐子 然而只得到了一颗力量之中 这是恐怕的力量之中 力量之中 力量之中 吃了能力量之中 力量之中 我吃得好吗 嗯 普通你会吃得到一颗力量之中 いただきます 力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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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となく力量之中 一段階上がった気がします ちょっと目当は無敵の靴でしょ その通りだ 充满力量的伊燕又开始拆罐子的活动 可下一秒 なにしんたりたんじで なにかあるかなと思って 四人小队被村长嘎了出来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并尝试与外面的NPC交流 然而所有NPC们都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和对话 晚上队友们计划趁着夜色寻找鞋子 但当队友们刚刚离去 伊燕却遭到了佛像的攻击 3 4 4 5 何か落ちてきたか 5 5 何者 何者 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 気のせいか 虹頭が動いてる気がする 何だと 当队友们返回时 异焰向他们描述了佛像的奇怪行为 于是阿子验证了一番 最终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他们劝说异焰多休息 认为他可能因疲劳而产生了错觉 然后继续外出查看村庄情况 不料刚刚离开时 佛像对着异焰嚣张地比了个烟 与此同时 外出的队友们陆续遭到袭击 法师被一个大铁盆直接砸晕 大叔被毒蛇攻击要害 最后阿子也遭到偷袭 三人都被抓进了监狱 法师和大叔设法逃脱了 而在异焰这边 最后三人前来拯救阿子时 这时异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会受到剧毒派攻击的阿子和黄金洞洞鞋之间 异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原来异焰早就料到在这个只要不搞笑 就会被抓的村庄中根本不会发生杀人行为 因为异焰堵对了 所以成功触动了村长的内心 成为了村长认可的勇者 并成功获得了那双黄金洞洞鞋 此时佛祖前来告知众人 他们接下来需要寻找一顶能反弹一切攻击的头盔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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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在一次战斗中 义燕意外受伤 被队友们送往村子中的疗养所 而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 负责照顾义燕的护士小姐姐竟然如此美丽动人 甚至让其他两位男性也产生了去受伤的冲动 由于义燕受伤 他们正准备在村子里好好休息一下 然而这时佛祖突然现身 一边吃东西 一边告诉他们必须在三天内 前往北边的山上击败怪物 并取回鬼神头盔 这是对抗魔王的重要装备 尽管时间紧迫 而且他们失去了主角的光环加持 三人能否成功呢 很快他们遇到了阻挡去路的对手 他自称是丐帮的长老 手持长刀 一场战斗即将爆发 然而在危机关头 一团傲力给金人 撤到inityEs 人能臨人 是因为 前来惊刀的 我对抗魔王的 我们下载纪 我们下载纪 请 姜 这 我们下载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燕毫不犹豫选择抛弃队友 而去选择大波 然而护士小姐姐不愧是一位胸怀宽广的女人 她告诉一燕在面对感情和拯救世界时 应该选择心系天下 并给了一燕一个良策 先去北山打败怪物 再去南山解除诅咒 在小姐姐的鼓励下 一燕像打了鸡血般亢奋 接着又是一段经费不足的表演 阿子却一直在飞机场的打击中 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正当队友们即将陷入困境之际 一燕即时出现 一招终结了怪物 成功获得了鬼神头盔 然后匆忙前往下一目的地 诅咒怪被一燕愤怒的样子给吓坏了 立马解除了诅咒 而一燕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 就在他准备与故事小姐姐亲吻的瞬间 原来大叔中了明明会变成大波美女 却无法与男性接吻的痛苦魔法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燕陷入了绝望 就在此时 佛祖赶来 并使用佛祖射线 清除了一燕被触发的大波计 一燕最终恢复正常 这天佛祖现身并要求他们去寻找一面龙之盾 一燕和队友们来到提示的村庄 找到了负责保管龙之盾的富豪 然而富豪提出要求 要他们替他去收取租金才能换取神盾 并紧到其中居住着五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一燕听后 这五层宝塔可是堪比九层妖塔的存在 勇者们看着威武的塔楼 正信心满满地向前迈进 第一层的住户名叫胖虎 他的座右名是平本是住的 为什么还要交租呢 他嚣张地抢走了勇者之剑 作为回礼 胖虎给了他大雄的眼镜 并开始了他的个人演唱会 原来胖虎不仅是老乱而且精通战术 他高昂的歌声让众人难以忍受 就在四人小队即将被击败时 胖虎妈妈的出现让众人脱离的危险 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欠钱不还后 对胖虎进行了严厉的屁屁按摩 第二层住着一位长得酷似木村脱灾的射手 阿紫一上来就被他迷住了 然后对着其他三人一言不合就开弓射箭 为了让射手心服口服 易燕答应了他拔下弓箭的要求 然而由于射手身高有限 他只好寻求易燕等人的帮助 最后在大叔的协助下 射手顺利取回了弓箭 但他在转身时又突然放了冷箭 幸好易燕反应迅速 一刀将弓箭劈断 然后顺利收到了租金 接着众人来到了第三层 惊讶地发现这层的租户 竟是人畜无害的学生 他非常配合地交了租金 但在闲聊中 他透露了自己也会咒语 法师听后嘲笑着他 并要求他表演出来 易燕直接传送了复活点 牧师则告诉易燕 复活大叔需要99金币 阿紫需要20金币 而法师只要易金币 由于易燕没有足够的金币 为了复活队友 他只好拖着他们的关卡板 在野区里打野 最终攒够了金币成功复活队友 他们来到了第四层 那里住着一位推销员 在众多赠品的诱导下 易燕最终选择了吃霸王餐 然而推销员在临终前告诉他们 顶楼的租户非常可怕 他在这里居住了40年 并且曾一拳打败石头黑熊 听后易燕明显感受到了强者的气息 但为了得到龙之盾 一行人只能硬着头皮前往顶楼 强者果然与众不同 老头满头白发的瘫软在床上 看到众人后丝毫不慌 展现出强者的风范 脸上没有看到一点黑斑 并且摆出了一副毫无破绽的战斗姿态 最终众人虽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获得了神龙之盾 这时佛祖却现身告知 要击败魔王 他们还需要五级的努力 肌白了 什么 仆人 不然你带着洗澡 你带着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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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几菜 你看到 剑色 miser 吴命 原来这天在路途中 易燕他们偶遇了能够转职的什么样 易燕为了摆脱自己那一米六九的身高 他想要变成大叔那般高大 决定转职为大个子的战士 然而在填写转职申请时 意外地成为了一名偶像练习生 就这样易燕被传送到了偶像训练营 这时的他仍怀揣着拯救世界的梦想 但很快他发现 想逃已经逃不出去了 失去了易燕 正当他们感到无助时 系统意外地为他们匹配了另一位勇士 大叔好奇地询问新伙伴以前从事的职业 于是新组建的四人小队开起了冒险 然而他们刚走出不远的距离 勇士就累得气喘吁吁 还为了不让脚下那双昂贵的皮鞋踩泥巴 放弃了冒险的旅途 并立马带着大叔和法师返回他以前做牛郎的地方 与此同时 阿子则在村里寻找一眼 却发现他正在努力练习舞蹈 原来易燕在这次消失后 在一次排练演出中 看到台下无数漂亮的小姐姐 易燕的内心又一次被波涛汹涌闯入 现在的他只想出道 第二天 牛郎告诉众人他已经放弃勇者身份 队友们听后兴奋地冲向易燕 但易燕毫不掩饰地拒绝了他们 他们询问易燕的原因 易燕则是直接表演了出来 这是一段易燕编排的翻牌子表演 具体细节请观众自行脑补 歌述不好意思 歌述 歌述 終わった 疲れたな 家に帰りました え?何? 上司がいっぱいいんの? どれにしようかな えっと あ、君ちょっと ポチポチポチ おっぱ 揉んでんの? おー大きいって おー合格だ おっぱいで決めてんだ 合格 おー 揉んだ おー帰れ ひでーなおい そんなモテんの? おー めんどくせよ おい5人まとめて 5人まとめて呼んだよ 5人並ばした おい え?そして 揉ん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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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 おー二人めきになったな うん 揉んだ 4人め 5人めちょいっと揉んだ えっと 君と君 合格 おーすごい 3人返した おい 5人まとめて 並んで 並ばした すごいな まとめて揉んだら わかるのそれで えっと 君だけ奥 あと帰らした モテてんなおい 失礼します 早速 モテなきゃいけないで 最終一役 毅然決然的選擇了 抛弃隊友 沉浸在自己两年半后 成为四位偶像的幻想中 开心地听着外面粉丝小姐姐们的欢呼声 然而当粉丝投票结果公布时 よっしゃー よっしゃー やだー 1位だ 1位だ 2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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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焰大吃一惊 原来粉丝们尖叫的对象是他们队伍的其他三人 面对这个结果 異焰抓住最后机会 在神庙即将关闭之前 再次提交了转职成为勇者的申请 あなたは今から勇者でーす 早かったねー ヨシイコ君 信じていたぞ ヨシイコ 気づいたんです やはり魔王を倒すことが私の使命だと マジでそこ忘れんなよ二度と 忘れたことなど一度もない おめえ 昨日なんつってたよ ヨシイコてめえバーるお前 やべえ 仏超困って逃げよう めんどくさい逃げよう逃げ 仏から逃げられると思ったのか この野郎 確かに 見るからに手強そうだな さあ ツベコが言う前に死んでもらおうか うまく避けたものなら もう一度避けぞ なぜ避ける ケツを高くな ケツを 何か手加減でもしているのか 馬の割には遅すぎる ただあのバテ方 全力っぽいよね これが俺の全力だと思ったか やはり違うのか 来ぜ ごめんね 为了战胜魔王 四人小队按照佛祖的指引来到精灵神殿 寻找传说中的神界 然而精灵女神告诉他们神界被强大的恶魔神官偷走了 并告诫他们恶魔神官如同四皇凯多一样强大 身边都是人类和动物的合体 好比吃了动物系果实一样 异燕和队友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对手 便是开头那个半身不随的半人马刺客 显然他的身体发育不全 后腿不理艰难 他被勇士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可动物果实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不仅拥有动物的力量 还具备人类的聪明才智 在击败这个斗逼后 异燕和队友们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 一个吃了牛牛果实的牛角男 和一个吃了奶牛果实的奶牛男 最终牛角男因为没有人穿红衣服 而无法发动怒口被击败 奶牛男由于战斗压力 导致无法挤奶被击败 轻松解决了这两个对手 异燕和队友们来到了第三关 可惜长鼻后南出了鼻子 外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被击败 但在下一关 他们将面对整个旅途中最危险的存在 选择 微妙的 出现了 猩人吗 你们的猩人 在我身上 这些弹子 被你们的心臓 拖着 超过的 绝对 解释了 再来 令人意外的是 由于对方继承了小浣熊果实的洁品 这竟然拯救了他们的生命 最终浣熊男因为把两把枪都洗干净而被击败 一眼和队友获得了胜利 经历了许多困难 他们终于来到恶魔神关的宫殿 面对众人的出现 恶魔神关毫不惊慌 继续搅拌着鸡蛋 这或许就是强者的力量 但没想到恶魔神关如此脆弱 被一眼砍了一刀之后就被秒杀 无论如何 一眼和队友顺利获得了神剑 精灵女神请求在给他们之前 最后带一下戒指 当然 然而精灵女神露出真面目 原来她才是那个坏人 而所谓的恶魔神关才是真正的守护神 接着又是一段缺少经费的表演 精灵女神的身体不断膨胀 伸出魔爪向四人袭来 但在即将被团灭的关键时刻 精灵女神却发出哀嚎 原来神界并不能随着身体膨胀而变大 一眼抓住机会 一刀解决了真正的妖怪 成功集齐了打败魔王所需的所有神器 魔王的宫殿也近在眼前 然而佛祖又突然出现 原来魔王的宫殿位于悬崖峭壁之上 只能依靠飞坦的力量到达 看来勇者们的冒险还要继续 然而当他们再次出发时 一眼的妹妹却神秘地出现在附近 他是一眼高中时最强的对手 龙骨原智 毕业后他却选择为魔王工作 并成功用策反咒策反了一眼 让他加入了自己的阵营 原智立即下令一眼上前冲 然而结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 或许是因为一眼太过白痴 原智别无选择 只能使用禁术 最终在女队友阿子的呼唤下 一眼终于恢复清醒 一刀结束了这场同学聚会 而此时他们得知 通往魔王城的飞毯正在拍卖会上 一行人匆忙赶去参加近拍 他们惊讶地得知飞毯要价一亿 众人惊讶地表示 不眠不休打怪三年都凑不起 就在几人为金钱困扰时 突然传来了一个报价三亿的声音 更让一眼惊讶的是 近拍者竟然是她的妹妹 原本生活在贫困村庄的她 如今却变成了富婆 一眼追出去想了解真相 却发现妹妹已经嫁给了旁边的伯爵大叔 可妹妹无情地拒绝了一眼所要飞毯的请求 但在一眼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最终妹妹给予了一个机会 来到后厨 四人面对着众多米其林大厨竞争对手 连刷碗都不会的四人陷入了绝望 然而一眼似乎有了自己的想法 到了评审的那一天 妹妹品尝完大厨们的手艺 结局似乎已经注定 轮到一眼时 她手持两个饭团放在妹妹面前 这是剧中唯一的一段温情表演 在别人眼中 这只是普通的饭团 但妹妹却小心翼翼地捧起她 她泪眼婆娑地一口口珍惜着 因为这个饭团里包含着 她们从小相依为命的童年回忆 以及充满亲情的爱意 大厨的吉祥 小姐,你也吃了 伯母 好吃 生日祝福 大家也吃了 好 好 我からも生日祝福 伯母 伯母的握り飯 大丈夫 你也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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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吃 也能够生气 兄弟 而他之所以不愿交出飞坦 是因为不想让哥哥面临任何危险 而一眼听后 眼神坚毅地看着妹妹 最终妹妹选择相信 将飞坦交给了哥哥 并决定回村等待她的归来 咋? 咱们是没有爱的结婚? 是 啊 兄弟 必须活着 啊 必须 借助飞坦的帮助 四人顺利进入了魔王的城堡 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 这里是魔王的城堡? 走 勇者佳彩子 我能够帮助到这里 这就是这里 这就是不错 不错 不错 这就是不错 不错 不错 明天不动産员 家 借过去 那 那 那 什么 服装 诶? 首要目标是寻找魔王的下落 而晚上在公园休息的一夜 却被兼职做保安的三桥赶走 最终她只好去租房子 陷入空调冷气中难以自拔 死心 法师则前往女仆店 享受被妹子们服务和崇拜的美妙感觉 而阿子则被路上的心探相中 成为了一名明星 只有大叔依然保持着初心 静止来到洪浪曼夜总会 一口气点了四个小姐姐 起初四人并没有忘记任务的目的 晚上他们汇聚在一起 分享各自的所见所闻 他们以寻找魔王为借口掩盖自己的迷失 但渐渐的他们失去了联系 每个人都在都市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 在沉浸在凉爽房间中的日子里 一眼看着自己干瘪的钱袋 他明白自己需要出去打工挣钱了 勇士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这样被生活给频繁了 他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转身又抹布擦起了桌子 慢慢的 他觉得魔王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此时努力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每天下班只能逛逛便利店 吃着买来的盒饭 生活的琐碎磨平了他当出勇者的领角 可是在这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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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要是魔王の城を探し出して魔王を倒すことでしょ しかし仏 この街は食べるものも美味しいし 部屋も涼しいし 電車も車回って便利だ そんな便利な世の中で 私はどうやって魔王を倒せばいいというのですか それねあれなのさ 魔王のさ 戦略なのさ 便利な生活を味合わせておいてね それで敵を喪失させるっていうさ 仏 正直私は 魔王が大好きになってくる 对此佛祖无言以对 只好采取极端措施 使用佛祖激光强行改变了意焰的最近記憶 于是怀揣拯救世界梦想的意焰终于回到了正面 佛祖递给意焰一部手机 用于联系昔日的队友 第一战是那个沉迷于红浪漫的大叔 在意焰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大叔最终选择回归 但条件是他要与身旁的小姐姐速战速决 随后他们找到正在拍电影的阿子 意焰对着阿子一顿煽情 成功地赢回了阿子的心 而对于法师 由于他本身就一无所有 最终队员们再次会合 意焰又戴上了他的阿三头巾 四人再度踏上了打败魔王的道路 胸怀着初心和坚定的信念 意焰与伙伴们历经千辛万果 终于来到了魔王大楼 意焰则是直接和前台表明了来意 然而却被告知还需要排队预约 虽然成功取得了预约好 却被赶来的魔王秘书一招给秒杀了 还好秘书的攻击只对男性有效 阿子在死里逃生后 抱着棺材痛哭 这时法师居然奇迹般复活了 原来阿子学会了复活法术 并成为了奶妈 随后剩下的两人也被立即复活了 最终在神器的压制下 意焰恢复了正常状态 众人整装待发时 佛祖突然出现 特地来告知众人 原来众人收集的神器 只能防御魔王的攻击 要打败秘书 必须获得勇者之剑 然而获得神剑的道路 注定充满坎坷 意焰被告知 他将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七把剑中只有一个是真的 选错就会身体腐烂 并且永远无法复活 选择不得也认为 一本しか免得没法 更加烈的免费 这是一本来说 选择的 但是这些人 选择在对于笑 这些人 明显的 你明显的 风味一体 也讨厌的 真正的 好 良紫彦 考虑 好 选择 选择 失踪的人 然而易燕毫不畏惧 毫不犹豫地赌对了 获得关键道具后 易燕等人再次来到魔王城堡 在经费燃烧的特效下 挡住了秘书的攻击 易燕立马奋力一击 成功突破了第一道关卡 接着众人消灭了几波拦路小怪 终于全副武装的易燕 在天台迎来了本季最大的暴 这个boss虽然长得造型独特 却拥有惊人的力量 紧紧一挥手 天空立马飞了下来 阿子被他一招秒杀 为了避免他等下继续复活队 看着倒下的阿子 大叔和法师对着魔王 各自施展终结技 然而却毫无作用 接着一身神装加持的易燕 对着魔王用力一刀 随后魔王两招 便让大叔和法师相继领了盒饭 只有易燕身穿神装 才勉强能在魔王面前扛住攻击 然而魔王立即摧毁了易燕的神剑 易燕凭借超强的意志 在地上胡扶着 突然想到脚下还有双没被摧毁的黄金洞东西 在逆境中 易燕突然觉醒了战靴的究极使用方法 随即用力地将战靴上了膛 无敵の苦痛意味が ようやく分かったぞ 易燕 伴随着两声惨叫 最终战斗结束了 易燕等人顺利结束了第一季的冒险 各自分道扬镳 村の旅よ勇者よしき子が帰ったぞ 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 兄様 お帰りなさいませ 来た こうしてカボイの村に平和が戻った 魔王に操られし魔物たちも姿を消し 人々は再び平穏な暮らしを取り戻した マユ ホトケマユ ホトケ これマッケ 映ってんのこれ ホトケよ 我々は魔物の手からどう生き延びれ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え何また下界に魔物いるのね ホトケは 勇者よしひこをご存知か よしひこね 知ってますよ 我々は再び悪と戦う勇者を探し求めておりますが 未だ見つからず 原来在一眼和他的伙伴们消灭魔王一百年后 時光匆匆流转 曾经的英雄们早已成为过眼明焰 为了铭记他们的豪迈事件 村民们精心修起了壮丽的灵路 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未延续 魔物的封印再次被解除 各个村庄沐浴在恐怖怪兽的威胁之下 濒临毁灭的边缘 可惜在这危难时刻 在无勇者挺身而出 村长急切地希望能够在年轻人中重新選拔出勇士 以消灭邪恶的魔物 私は生まれつき体が弱いゆえ 勇者などと題されたこと 失礼します 強そうだけどな ロトヒコはどうじゃ 名前はとても勇者っぽい名前じゃがな 気持ち的にはやりたいです 本当気持ち的には 今すぐ冒険でてもいい感じなんですけどね 本当気持ち的には 気持ち的にはね 何的にダメなんじゃ さてお前は 無理 然而现实让村长无奈 只得请求意宴的后代前来相助 在康慨激昂的演讲中 村长发出了呼唤 希望坐在对面的孩子能够拿起意宴的邀请之间 并立即踏上征程 最終村长带领众人只能抱着一丝希望 祈祷神明的援助来拯救这个世界 或许是人们虔诚的心感动了上天 竟然真的召唤出了佛祖 鉴于村庄缺乏后继者 村长勇敢地提出了复活意宴的大胆设想 就这样 在一道道神圣的佛光中 豪华的陵墓开始震动起来 昔日英勇的四人小队再次浮现 法师望着眼前的三人 突然想起自己曾经一年早逝 因为大家都是在临死前被佛祖复活的状态 然而法师看着这三位两兵斑白的伙伴 心生疑虑 他们真的能肩负起这艰巨的任务吗 接着四人信心满满开启了征程 发展开启了 发展开启了 烏 mereka Eye 我哭了 我 我和我 努力 我哭了 你 你 我跟他 我跟他完全受到的 我跟他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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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之下 四人只能再次召唤佛祖 法师向佛祖抱怨起这三位难搞的队友 老年的意愿恳求佛祖将他们变回至少可以战斗的年龄 随着三道金光闪光 最强大的勇者四人组终于重回 佛祖告知他们 本季的主要任务是取回恶灵之耻 这是封印邪恶的关键 その封印 凝る温 Sorak 悪魔族的战 ideally 魔女以之下 也是奈之之后 这一拿大本子的力量 也 Rocky 以然你再 Mitch 最好的 义焰自信地表示 他们现在实力强大 面对魔物毫不在乎 然而 佛祖向众人表示歉意 因为他忘记为他们存储进度 导致他们的等级归零 看来一切只能重新开始 义焰立即试探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果然不如以前强大了 而法师也表示指挥一个法术咒语 于是他开始对阿子施展起来 以为这一集就这样 在妹妹的陪伴下结束了吗 就在这时 佛祖再度出现 并告诉众人 其实还有一个存档点 四人随即被传送到那里 正如他们猜测的 这是玩家通常在面对 BOSS之前所保存的存档点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选择 两个人中 两个人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公主 而不出意外的话 勇者义焰一定会选错 为了封印魔王 义焰和伙伴们在佛祖的指引下来到了一个村庄 寻找封印之药 恰逢少庄主的盛大婚礼 而那把钥匙刚好被他当作了批银 就在少庄主准备赶出 义焰等人的时候 却传来一个意外的好消息 新娘竟然在路上被山贼抢走了 这对于义焰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表现机会 当即挺身而出 在休息时 法师告知伙伴们他学会了增强力量的法术 于是立即施展在阿子身上 义焰兴奋地要求自己也受到魔法的祝福 并在自以为强大的buff效果下冲入山贼的潮雪 轻易击败了三个山贼 随即进去救出了他认为的公主 然而当他回去后才发现自己救错了人 私は腰入れにお供した 次女の目白と申す者 姫様ではないのです 姫様は? 私の隣の牢に入れられていたのが姫様でございます 姫様は ちょっと可愛いんだよね 少庄主提议就当公主死了 自己打算与那个丫鬟結婚 但义焰作为正直的人 怎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尽管少庄主拼命反对 义焰再次踏上了拯救公主的旅程 再向公主真诚道歉后 他勉强地选择了原谅 然后公主告诉伙伴们一个好消息 这其实并不是他真实的模样 而是受到魔物的诅咒 只要找到后山的沼泽 并揭开真理之境的秘密 他就可以恢复原样 于是伙伴们毫不迟疑地前往后山 然而沼泽中弥漫的紫色气体 阻挡了他们的去路 义焰在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冒着生命危险 毅然决然地进入沼泽 最终义焰等人终于找到了神情 并成功将公主带回少庄主身边 得知公主可以恢复美貌后 少庄主立刻改变态度 众人期待之下公主接过真理之境 此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对我们担心意愿会说出商人的直男言论 赶紧拿着钥匙逃离了 而少庄主迎来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然而义焰等人却没有料到 这把艰难获得的钥匙竟然是假的 看来他们的冒险之旅还远未结束 残念 教え咬 filtration 为了封印魔污并找到恶灵之药 永世一行人来到一个村庄 正在采购物品 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 发现村里竟然没有一个女人 尤其是那位喜欢那啥的大叔感到特别无聊 最后他们决定不过多思考 选择睡觉休息 在深夜休息时 异焰听到了屋外传来阵阵呼嚎声 只见村里的男人们像猫一样爬行在外面 为了揭开真相 异焰一行人找到了村里最博学的长老 原来村里的女性都被魔物抓走了 而男人们则受到了诅咒 拯救女性的任务 自然是异焰最爱做的 异焰毫不犹豫地接下了 并告诉众人 他想到了一个好注意 原来异焰打算扮成女性 以其妖娆的身姿在村口游走 从而吸引魔物出现 此队伍中唯一的女性阿子表示 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医院完成这个任务 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医院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是异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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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法师在旁边的解说 这是队里唯一的女性阿子却被抓走了 就在三人懵圈之际阿子的鸟吊着线飞回来了 这个鸟飞了吗 绝对是用手机的 我请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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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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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魔物却发现了异焰的弱点 这时 闯进来的队友告诉异焰真相 最终魔物露出真实的面目 由于经费有限 接着又是一段敷衍的动画表演 阿子还特意秘密准备了必杀技 展示了他惊人的平板身材 在这边有关 女人的身材 吉有 阿子还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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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霊信じていない 信じていないが あれは幽霊だ 認めた 簡単に認めた 逃げようぜ なんか近づいてくから 逃げようぜ 都睡了吗 希望大家是白天刷到的 为了找到恶灵之药 勇士们特地来到了一个闹鬼的村庄 他们以为只要按照名字字面上的意思去寻找 就能轻松拿到恶灵之药 然而这个村庄的新任村长非常霸道 要求每个人交纳赋水 就可以免受周围恶灵的伤害 意验见到村长后 直接向他索要被怨气包围的恶灵钥匙 村长解释称最近闹鬼都是因为幽灵的缘故 并表示想要得到手中的恶灵之药 必须以杀死幽灵头目作为交换条件 意验一行听后只好答应 然而大叔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鬼魂存在 于是村长安排他们在村子过夜 到时候就会看到真实情况 这也就引发了真子闹鬼事件的开端 在前往寻找幽灵头目的路上 晚上众人只能暂时在一家无人旅馆博夜 就在他们讨论这片区域是否为幽灵头目的地盘时 这里要有情提示一下观众 这不是恐怖片 而是一部搞笑杀雕片 所以这些鬼都是扮演的 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 一眼勉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 然而在闹鬼的房子里 室内的火渐渐熄灭 他们必须出门去取柴火 为了决定谁去拿柴火 他们决定通过猜拳 就在阿子自我安慰着不要相信世上有鬼的时候 一个白色的影子闪过 最终四人无法抵挡一天下来的疲劳 最后都睡着了 所谓人有三级 这时尿级的大叔不得不出门小便 本想叫法师陪同 我们要继续拳一天下来的 或许 不过 何故 那是 我最早一人很接隔 在我中心中的 何故 是 你最终的 白色的角色 看着 不过 终于他们熬到了第二天白天 来到了幽灵头目所在的地方 他们看着邪气弥漫的房子 小心翼翼地进去 众人都以为幽灵头目会以吓坏他们的方式出现 然而出来的却是一个老人 原来这个人确实是幽灵 但他是善良的 他被自己的下属所杀 而这个下属就是现任村长 那些昨晚吓唬他们的人都是真实的村庄居民 这些人是什么 你把幽灵传了吗 凄凄怖的 别在这些人 死亡 这些人都死亡 そして我后面 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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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の本当の姿を見てみろ これは 何と 元々鍵に悪が宿っていたとは ああ 心置きなく成仏できるわ ありがとうね 勇者たち また鍵は偽者だったが いいことしないし はい 欢迎来到天下第一舞蹈会的真人表演现场 这里将再现无数经典的格斗场景 城里自诩为国王的人宣布举办舞蹈会 目的是为了招募勇士扩张疆土 而第一名的奖励就是一把占有魔器的钥匙 为了解救天下苍生 意愿毫不犹豫的参加了舞蹈会 与众多高手展开惊心动魄的对决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面对的第一个对手竟如此强大 轻敌让他掉以轻心 给对手可乘之机 一眼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对面连续的攻击令他应接不暇 就在生死边缘的关筒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对手提供的关键 carta 452 g ella me 包括 UA 老婆 were 京大 six new house какой 家大 立場 最终命运眷顾一夜 他侥幸地赢得了比赛 然而接下来的对手 却是他在灵兰的老熟人木赖龙时 比赛一开始 木赖毫不客气地发动了致命的必杀头锤 一眼无奈之下只能拼命躲避 他打算消耗对手的力量 以求取胜的机会 这时法师发现木赖有个致命弱点 他立刻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并带着阿子走上前去 艰难地闯入半决赛 几人对出场的对手感到意外 一眼明白不能掉以轻心 然而对手的攻击却出奇地软弱无力 就在一眼士气高涨 欲淘汰对手之际 意外再次发生 面对眼前的情景 一眼被对方打出了一张感情牌 彻底动摇了内心 正当一眼即将被自己善良的本性 淘汰出局时 阿子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终于比赛来到了决赛 然而比赛刚开始的瞬间 一眼却被对手瞬间秒杀 对手洋洋得意 准备大肆庆祝一番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时间已经停止不动 而一眼却被佛祖安排来到了圣地卡琳塔 原来是猫仙人暂停了下面舞蹈会的时间 并要给一眼进行三年的修炼 在猫仙人的指导下 一眼踏上了修炼之路 每天与猫仙人一起玩耍 打牌 他们在一起享受着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一眼终于迎来了毕业的纠级考核 然而猫仙人 猫仙人告诉他 之前抢到的水瓶礼装的只是普通水 并非传说中能增加力量数倍的超胜水 最终 勇者们取得了占有魔器的钥匙 并找到了宝箱 他们以为这是封印魔物的关键物品 封印魔物的关键物品 勇士们担心那些变成魔物的假冒者会危害无辜的村民 于是他们迅速赶往最近的村庄 而假勇士们却已经在这个村子里混得如鱼得水 意验他们本想阻止他们的行径 然而他们却被误认为是伪装者 被村民们囚禁起来 就在这时 一位村民前来打开了他们的牢门 并说明这是勇者们宽容大量 特地喊他放他们出来的 四人进入村子 想要了解具体情况 假法师竟然掌握着他们一直渴望的治愈系法术 假大叔更加平易近人 展现出绅士的温柔风度 假阿子则表现得贤惠且更有女人味 撒娇的样子格外可爱 至于假一眼 更受女性欢迎并且聪明过人 正当四人陷入困惑之际 佛祖看出了他们的困境 特地前来告知他们 魔物们也渴望找到恶灵之药 以此来控制整个世界 而魔物们之所以变成四人的模样 是因为听说村庄内或许藏有恶灵之药 所以特地前来打探 勇士们认为佛祖前来 是为了告知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一天晚上 一位自称是被他们救过的后代村民 前来解救他们 他持有一幅百年前一眼的画像 与假冒者完全不同 同时 他还给了他们一张 标记着钥匙所在的地点 然而第二天 假冒者们发现了这一切 为了村民和队友的安危 一眼只能与假勇士们一起去寻找恶灵之药 接着又是一段敷衍的动画表演 一眼和假勇士们完美地配合着 最终击败了守护宝箱的boss 然后终于找到了钥匙 在对面三人的凌乱中 一眼居然背叛了西日的队友 他表示和他们战斗轻松愉快 自己只需要担任指挥的角色 无需亲自出马 队友们配合的亲密无间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三人以为从此将与一眼分道扬镳 然而一眼却表示要将他们寄存在酒吧里 等他心血来潮的时候再来接他们 随着结尾背景音乐的响起 你们以为从此旅途就他们五人开启了吗 确实一眼才猛然意识到 他们的理念各不相同 他立刻来到酒吧 将三人带走 并最终消灭了那些变成他们样子的魔物 苦労した鍵だが また理想の方 魔物たちを封印するまで 共に戦いましょう 反省してないな フィア野郎 私は人妻に自らを委ね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人妻と過ごす明るい未来 そこへ向かって走っ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 他本是要拯救世界的勇士 却在人妻的诱惑下难以自拔 不顾对方仗促的反抗 他执意要与那个女人成家立世 而这一切都要怪罪于喜欢乱指引的佛祖 那天在佛祖的引导下 一雁和伙伴们来到了一个村庄 寻找被称为旅行之门的时空隧道 据说那里隐藏着封印魔王的钥匙 然而当一雁在偏僻的角落找到隧道时 却意外地被传送到了一户人家 本想离开的他 却突然听到一声女人的惨叫 他小心翼翼地透过房门 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遭受丈夫虐待 一雁感到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趁男人离开的机会 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女人的怀抱 与此同时 队友那边也取得了进展 原来时空之门有两扇 一扇通向普通的人家 另一扇通向邪恶的通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 队友们积极地寻找着邪恶通道 然而一雁却隐瞒了真相 每天都会去找女人玩耍 一起在河边开心地洗着衣服 最终队友们在另一扇通道上 取得了正确的选择 但这时突发意外 可能是受到邪恶之气的影响 天生爱赌博的法师 跑去参加赛马比赛 而风流倜傥的大叔 则受到一群妹子的诱惑 回到旅馆后 每个人似乎都变得有了自己的思绪 对各自的情况保持沉默 然而这天阿子在路人口中得知 他们苦苦寻找的恶灵之药 近百放在邪恶通道的货架上 他急忙召集了法师和大叔 幸运的是 他们没有忘记拯救世界的梦想 成功获得了钥匙 可在村口碰到异宴 再度出发时 异宴却又又又又一次的要放弃了 其实 有个人有没有救过 对 你就是全世界的女人吗 没有全世界的女人 没有全世界的女人 没有救过女人 确实 男人被捕捉的妻子 也很重要 但是 魔物封印 世界的平和 是最最優秀的 就这样 一言与队友们做出最后的告别 他本打算立即投入到那个女人的怀抱中 原来那女人挨打只是她的癖好 并且人家还深爱着她的老公 最终这次一言觉醒关于人妻的记忆 被佛祖篡打后才消失殆尽 そんな遊びの末に手に入れた鍵など偽物に決まっている 皆さん この旅は遊び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ちゃんとしてください よく謝れたな男女 大人 苦寻了一记的要是竟被魔物抢走 而这些魔物的头领 正是暗黑之神德斯塔克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紧张不已 尽管恶灵之药已经被德斯塔克夺走 但勇士们还有时间 他们必须将要是夺回来 佛祖告诉他们 德斯塔克已经现身于世界地表 开闭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远处的黑烟就是他们的洞口 计划建造一个黑暗的地下世界 为了与他们战斗 勇士们必须先获取最强大的装备 根据佛祖的指引 四人开始寻找最强装备 在他们的旅途中 战胜了几多小怪 然后遇到一个挡路的盗贼 自称是这一代最美的女盗贼 与他调侃了一阵后 爱好妹子的意愿 也好奇想看她化妆后是什么样 于是请求队友们等待 她化完妆再行动 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 终于见到了她妆容化好的模样 在等于休息时 阿子告诉其他三人 他学会了一种新的法术 尽管尚未使用过 使用后居然可以把他们 传送回之前到过的村庄 历经千辛万苦 根据地图的指引 他们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意愿注视着佛祖给他们的地图 准备念开启大门的咒语 最终他们拿着材料 打造出最强大的装备 准备前往暗黑之神 德斯塔克所在的地下世界 然而在前往德斯塔克城堡之前 佛祖前来导致他们 必须寻找变身法杖 并变成魔物的模样 才能混进城堡 因为城堡内充斥着大量魔物 众人无法与其对抗 于是四人来到城堡旁的现代城市 特地来寻找是否有变身法杖 他们惊叹着这个城市中 为何如此之多的人类 但在真理之境的映照下 他们发现周围的人 其实都是魔物的幻想 为了能和魔物沟通并获取情报 法师想起一路上 一直与他们同行的魔物伙伴 他们都被保存在他们的马车上 于是众人分头行动 意验带着他的魔物伙伴来到海滩 成功获取了关于变身法杖所在地的情报 他们得知法杖位于大海上的一个小岛上 于是乘坐豪华大船展开新的旅程 当然在海上他们也会遇到海贼 他们偶遇了一支操控桑林号的海贼团 放弃了未来海贼王的邀请后 他们成功找到了变身法杖 然后打算来到城堡入口 准备踏入德斯塔克的领域 这是海贼王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也是勇者第二季冒险的终章 他们乘风破浪 终于来到了黑暗之神德斯塔克的小岛 当几人信心满满地伪装成小怪 偷偷潜入黑暗之神的城堡时 他们却意外发现黑暗之神德斯塔克 竟然是一支帝企鹅 众人对此觉得并不可怕 认为区区企鹅并不为虑 然而在被企鹅发现他们对话后 他们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瞬间秒杀 这次他们低估了帝企鹅的实力 幸好恰逢服务器活动 复活费用大甩卖不要钱 意验才成功地将队友复活 而牧师在最后警告众人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复活的机会 因为黑暗之神德斯塔克 即将攻占复活点 要取消复活机制 当一眼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异节 而伙伴们却都在玩耍 忘记了去消灭德斯塔克的目标 令人诧异的是 眼前的佛祖竟然被埋在沙滩下 只露出一个脑袋 佛祖告知一言 要想击败德斯塔克 必须找到光之宝珠 而这个珠子是德斯塔克的兄弟所拥有 他在被弟弟击败后隐形埋名 居住在地下世界的最深处 于是醒来后的异宴带着伙伴们 开始在地下世界里疯狂寻找德斯塔克的兄弟 他们找遍了地下世界的每个角落和地方 在晚上休息时 居然发现他就藏在旅馆的衣柜里 押し入れ 暗门 光の神 嘘だろ もしかして あなたは光の神シンポジョン様でしょうか 嘘だろおい 洞窟だ 重人费尽力气将他从衣柜拖出来后 询问光之宝珠被他藏在哪里 他要求一眼猜出光之宝珠的具体位置 すぐに分かるはずだ もしそれが言い合って うんな はーっ くーっ これが光の不可 もう一ついただきます 随后四人再次伪装成小怪进入城堡 但这次被帝奇恶释破了真身 原来伪装法术对他毫无效果 而因为光之宝珠的存在 帝奇恶这次攻击对一眼等人毫发无损 然而一眼的妹妹被他们抓了出来 作为威胁 一眼只能被迫交出光之宝珠 在征得队友们的同意后 他拿出了所有的宝珠 バカ 二つあるから許したのねバカ は そうでした おー 光のオーブは二つあるのか いや 一つかい お前バカも好き ボロバレだから 就在帝奇恶准备杀人猎口之时 突然他唤醒了记忆 原来他是曾经被一眼在格斗场救下的小奇恶 而小奇恶之后被魔物操控了一时 才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而他并不是真正的德斯塔克 真正的德斯塔克在房间里面 并且比他更强大 于是帝奇恶甲装带着四人去见黑暗之神德斯塔克 但德斯塔克一眼看出帝奇恶一叛脸 随即将他打倒在地 并将一眼的队友都送入了梦境 因为等三人醒来之时 就会叛变成为他的仆人 德斯塔克发动技能正要杀掉一眼时 原来是被意念强大及时醒来的阿子 使用传送法术传走了德斯塔克 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救了出来 其他两位同伴也随之醒来 而德斯塔克却立马传回来了 并且他还拥有第二形态 众人的法术和攻击对第二形态没有起任何作用 刚好这是帝奇恶醒来 告知众人第二形态的弱点就是他的中心红点 如果成功能攻击到弱点 就能立刻消灭掉他 为了能够一击必杀 帝奇恶让一眼坐到他身上去 瞄准中心的弱点一起飞过去 然而代价是他们都会灰飞烟灭 一眼听后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 《吉彦》死在了 《吉彦》死在不了 《吉彦》死在一切记住了 《吉彦》死在一切之后一通的 《吉彦》死在一切你了 《吉彦》死在一切之后一致外霸灸彻灭 《吉彦》死在一切之后一致天都会 《吉彦》死在一切之后一致如千人 wrote一致后一致辞大化 阿子捡起地上的恶灵之药 成功封印了世间所有的魔物 世界也重新恢复了美好 三人想的本身也是这季从天国复活来的 决定一起去天国陪伴一眼 并请求佛祖让他们前往天国 佛祖听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请求 经费不够 沙雕来凑 勇者一眼系列 豆瓣评分连续三季评分 接近9.0 如果你能接受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沙雕演技 也能接受这种画风风格的话 推荐你看看这系列日剧 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第三季的搞笑剧情 如果还有想看前两季的剧情 可以看下面的合集系列找到 勇者一眼打败黑暗之神后过了数百年 天空魔王的出现再次将世界笼罩于黑暗之中 一眼与其他三人借佛祖之力复活 并接到佛祖的指示 他们必须打败新的魔王以恢复世界的和平 佛祖告诉众人 天空魔王身上有七个弱点 只有同时攻击这些弱点 才能瞬间击败他 而且必须由被命运选中的七个人 同时来攻击这些弱点方能奏效 为寻找持有命运之珠的七个战士 战胜天空魔王并恢复世界和平 一眼四人踏上了新的冒险之旅 这一天在小佛祖的引导下 他们来到一个村庄 却发现空无一人 但众人被食物的香味吸引 三人纷纷开始享用美味佳肴 唯独法师没有动手 原来法师是在做梦 晚上休息时看到了门外的一个影子 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人 法师上前打招呼 但那个人一回头 法师才发现他竟然是僵尸 法师立即叫醒众人 吓得众人都跑出门后 他们才发现整个村子的村民都变成了僵尸 一行人慌忙逃离 躲在小屋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一起身 阿子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原来他昨晚被僵尸咬了 但还未发生彻底变异 他的精神和状态依然与正常人一样 但一眼却对此感到非常害怕 我对此感到非常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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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此感到虽然泡泡很悲惧 他为了殷属的影响 哦 良 zd 为了你 并不忘猜 这位僵尸处理者告诉他们 山上住着一位咬人之神 也许能治愈阿子 但必须在三天内到达目的地 否则他将完全便秘 于是一眼带着一行人 踏上寻找咬人之神的旅程 希望能治愈阿子 在整个旅途中阿子始终充满活力 令人惊讶的是 即使是怪物僵尸也害怕人类僵尸 第二天休息后 阿子的感染程度恶化 而大叔和法师也被感染了 原来在昨晚阿子无意时地咬了众人 他们看着一眼以为只有一眼没有被感染 阿子也被感染了 你以为这个是寄生的 我和你做的事是 右手从前进入 头从前进入 右手从前进入 佳彦在喋着 对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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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彦在喋着 佳彦在喋着 对我说的 对我说的 所以 对我说的 左手 对我说的 左手 对 左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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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四人再度出发 并让观众 完全看不见的人 扛着小佐 最终到达的咬人之神妙前 然而此时的咬人之神竟然也被感染了 众人询问他作为神仙居然被感染的原因 咬人之神一本正经的表示自己无从之小 并未不能救众人的状况感到愧疚 咬人之神见识不妙 并且也实在说不过他们 告诉他们 继续向上攀登 那里有一个能消除僵尸病毒的装置 能消除僵尸病毒的装置 能消除僵尸病毒的装置 有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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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在五毛钱特效指板小佐的服务下 他们成功获得了消除病毒的装置 并将其带回村庄 成功清除了僵尸病毒 最后一宴与小佐告别 感谢他一路的陪伴 村民们也都恢复了正常纷纷涌了出来 而之前的僵尸处理者 竟然是被领导的欺人之一 他掏出自己的球送给众人 感谢勇士们消灭了僵尸病毒 我感谢勇士们消灭了僵尸病毒 我感谢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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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能invest raising 愿者 一切 彼女 ゴール 其他的 这是 有 faud somos 絆性 可是 既逻 正在激烈战斗时 小弟金锦突然跑来告诉他 他们租的东京很热系列录像贷已经过79天了 如果再不归还就要付出巨额费用 而且他们还租了十盒 这么 parall то或是 Ald月 说这家他们应 ip 还有我把几个,当时 10份? 2日返回地可以 reconciliation 是相互 worth 相信你白产看 一定要 自分说 自分自行 不知的 国民正的 要好 不闔 你画の karşı 他们正常 私 您 Π丹 fallen 送走了这两个喜欢看电影的逗逼后 四人意外被传送到了一个益次元空间 一眼一行人瞬间移动到了FF村 并发现一眼手中的宝珠正散发出耀眼光芒 表明附近有其他人也持有命运之珠 他们发现这个村子充满了抑郁风情 就在这时 高大英俊的银发战士瓦里出现在他们面前 作为叛军战士瓦里希望一眼等人能与他并肩作战 推翻国王暴君的统治 考虑到叛军中可能有人持有命运之珠 一眼一行人选择加入叛军并前往瓦里的据点 一路上他们发现FF村所在的世界 与他们原来的世界大不相同 你的自已有比罪? 所有 compression挺多的 我 Candy的女、沙仁的意思 我知道 你们击我的沙仁是很不大 你 rage 听着看 collaborateduen 我告诉辣血 58 esempio 喀封 funds 红 咖啥 我是 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小怪 然而他们发现这独特的二地场景 并不适应他们的战斗风格 眼见打不过对面的怪物 勇士们选择逃跑 他们惊讶地发现对面四人居然还能召唤做棋 这就是什么 四股脚 四股脚 糟了 好 逃走 OK せーの 中人的声音听起来 せーのって 右左说 押忍 最终他们一起到达了国王城堡下面 意焰拿出命运之球 询问他们是否见过这样的宝珠 瓦里正要回答时 意焰一行人又被传送走了 他们好奇地想知道又被传送到了哪里 哦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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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的大人 你来 你来帮我这个 你来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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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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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然而这次只有三人被传送回FF村 他们意识到异焰不在他们身边 但此时异焰的声音却传来了 正在四人交谈时 异焰介绍自己去了另一个特殊的世界 还出现了一个靠谱的弟弟 但是弟弟也因版权问题打马 异焰和弟弟决定一起去他们的世界拯救公主 在这边成功推翻国王的瓦里也回到了村庄 他把世代相传的宝珠送给了勇士们 用以感谢他们在消灭国王旅途中的陪伴 最终三人开始了新的征程 而异焰此刻在何处呢 就在这时佛祖赶来 将异焰传送到了伙伴们身边 让你去哪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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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是 洋子 真的 你自己的主角度 所以我必须要成功 所以我必须要成功 那裡有別人的主角度 那些挑战是 只要製作主角度 就是人類史上丸看的巨頭 你不斷 你不斷 那些人 那些人 要走路的方向 要走路的方向 就要諦め 那些人 有些人的魂 都集中了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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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路的方向 那些人 兄弟 你必須解釋 你必須解釋 你不必要做到的謎 你不必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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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前的姫 兄弟 你絕對不知 你絕對不知 眼前的公主 已经沉睡了三年 唤醒她需要得到魔物的眼淚 国王宣布 只有成功打败魔物 并带回眼淚 将会许配公主给她 而公主也是被引导的欺人之一 为了获得她的命运之珠 勇士们只能踏上旅程 去取回魔物的眼淚 然而果然不出意外 异雁已经深深的迷上了公主 完全陷入了爱河 她甚至已经想好了 和公主未来孩子的名字 大叔和法师早已习惯了伊燕的太子 正计划从后方跟随并帮助她 而阿子则在旁若有所思 选择留在村子里等待她们回来 在晚上仰望星空时 阿子感叹着伊燕缺乏人情味 从来不珍惜眼前人 这是一个女巫出现了 直接看出了阿子的恋爱烦恼 阿子借酒精向女巫吐露出 希望公主能永远长眠不省的心声 按照剧情发展 此刻肯定会有毒苹果出现了 阿子的眼睛 无法醒醒 无法醒醒 阿子拿着碎碎果实来到公主床边 却发现果实太大 公主根本吃不下 正当她打算用榨汁机碾碎果实时 被守卫听到了声响 而在伊燕三人这边 成功来到了魔物的洞穴 由于精髓不足 又是敷衍的动画效果 伊燕他们完全无法战胜魔物 更别说取得眼泪 于是三人商讨对策 大叔这时候觉得 他的丰富阅历可以派上用场 通过讲故事 可以成功感动魔物 然后留下他们想要的眼泪 最后就能唤醒公主 通过大叔精彩的故事情节 他们最终成功的获取到了眼泪 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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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悲惨的感情 流出了涙 勇者 最后大叔无奈表示 伊燕可以娶眼前的女子 大不了咱们五人一同旅行 看着醒来如此美丽的公主 伊燕甚至想好了 他们老死后的安葬弟弟 看着伊燕即将抛弃他们三个 正在与公主结婚时 法师和大叔只能向阿子寻求帮助 希望在他们在教堂接吻之前 你还能干吗 你要沿着 你喜欢的战魅 不要钱 猛人员 就是为了杀爱 看着 每天二人 似乎的寄宿 クロリア やっぱり僕は君じゃなきゃ駄目なんだ 結婚してくれ あなたは マクトル ずっと眠っていたから忘れてしまっていた 迎えに来てくれたのね ラクトル さあ行こう 二人で幸福な家庭を築くんだ ラクトル あ マジ すいません ラクトル さあ行こう 最后只留下一个凌万的一眼 国王对一眼感到愧疾 最终将公主的命运宝珠送给了他们 而我们的勇士一眼 始终心悸着自己战胜魔王的使命 对公主的离开表现出完全不在乎 魔王と战斗る際に 彼女を召喚する羽 いいよ あいつは呼ばなくて くわいい つってたんだろ 使えね使えね 来ても あたしがぶっ飛ばす しかしたまらんな魔王を前に 女二人で召喚された女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让拯救世界的一眼 再次挥舞勇者短剑呢 原来这次在佛祖的指引下 一眼等人来到了盗贼之村 为了收集打败魔王所需的七颗宝珠 刚到村子困境就接踵而至 このようなものを知りませんか このようなものを知りませんか これまた不思議な感じの弾だろうな それもだよ なに 待て なんていうことだ 無防備に出すから なになに なんかやられたの 私たちはこの村で 探さ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があるのです なんだそれ これなんですか だから吉子それ出すとさ うん なに 众人無奈之下 只好前去拜訪当地頭目 幸運的是 這位看似粗犷的大哥 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對一眼的使命 給予了極大的支持 想要送給他們前不久偷到的寶珠 並帶領他們來到他的盗贼倉庫 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 那個裝著寶珠的寶盒竟然是空的 面對這一情況 異形人只得重新商討對策 就在他們束手無策打算先休息之時 偷走寶珠的盗贼主動出現在他們門口 女盗贼和众人說明 他偷走了美人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噛っ! 杖應該無い! 笑 邪魔無いね! 揉減始iver! 邪魔無いね! 格格好悪いよ! Ž私からは何を想 embargo了0! 拍手 Of胸! 無い! 難以 yin! いやモトモト equipment 無いわ! 为了夺回被偷走的东西 易燕等人通过头目得知女盗贼住处 踏上通往后山的小路 然而大叔失去了一半并角 导致身体平衡失调砍不中怪物 法师也因丢失法杖 只能充当赤手空拳的战斗法师 幸好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 他们终于抵达了女盗贼的藏身之地 我终于抵达了女盗贼的藏身之地 我终于抵达了女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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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抵达了自己的胸 但是我终于抵达了你的胸 终于抵达了女盗贼 是 终于抵达了女盗贼 我终于抵达了你 如果不妙的盗贼 我终于抵达了你 不自觉地走向女盗贼背后 看着队伍中最强大的输出 成为对方的俘虏 三人只能匆忙撤退 回到村庄重新商讨对策 吉国様 勇者にも関わらず 盗賊に身を落としたか もう魔王なんか遠なまい 来た デジャグ 何度か聞き覚えのある響き来た 昨日パフパフしながら思ったんです ローザンにもっとたくさんの巨乳を盗んでもらえ それを世界中の女性に分配する すると 和前几季一样 我们的易燕又又又又一次的叛变了 就这样易燕再一次抛弃了队友 选择了蛮凶行动 而秃头法师的表情 却透露出一丝胜券在握的意味 我不其然在另一边 易燕以为从此风光无限的 与女盗贼狼狈为奸 却在他刚钻进被窝时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诅咒 这一刻他们的缘分重新变开 やっぱりダメ 私は魔法使いと約束したのよ 何でも盗める能力の代わりに 男とキスできない体になる そんなのいいさ 俺が明日倒してやる その魔法使いを 吉彦 うーん ヘロー お前は オラー あ、もう もうせっかく美神盗賊に変えてもらったのに また元の姿に戻されちゃったじゃないの もう帰れ またか またなのか ヨシヒコ 同じフォルムの女に騙されるとか さすがな ヨシヒコ 皆さんだって忘れていたはずだ ヨシヒコ ヨシヒコ 她也是被引导弃人之一 为了成功取得宝珠 易燕必须成为那名女学生的欣赏人 因为宝珠被欠在女学生的体内 只有成为她的欣赏人 才能将宝珠转移到欣赏人身上 而对于追求少女还是高中生的情报 易燕肯定一无反复 法师也为他们成功追逐少女制定了详细计划 就这样易燕开始了与女同桌的追求之路 而阿子则成为少女的闺蜜 然而法师在此时登场 她的形象过于油腻 因此被直接否定 成为了一个扫地大叔 当然剧情中少不了一眼的情敌 男二号的出现 男二总能在关键时 时刻出现 并成功俘获少女的心 看着这离去的背影 阿子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样下去易燕还没开始追求 宝珠就要被她给抢走了 看着易燕这眼前捉急的进度 他们只能重新商讨对策 背高的 背高的 我的大人紀沢高校の生徒是減少一方 在這正中生徒增的時期 我們會有校免子 我一年生就年了 三年生就不能成功 所以 你請出遷行的 不要這樣 那不可以 我這學校是愛的 我是 我們做樂隊 什麼 然而义燕强行热脸去贴的情况 让阿子都替他着急 义燕强行展开追求计划 连舔狗行为都做起来了 带着一群舔狗 说他们要组建男子拉拉队 只为了支持他们的偶像练习生计划 而这只会换来少女的感动 不会让少女动心和喜欢上他 拿二号干涉了他们的境遇 用自己富二代身份 给了他们偶像组合的服装和场地支持 相比之下 义燕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于是四人只能重新商讨对策 意识到此时义燕的局势不对 这样下去少女会直接爱上男儿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复制东流 就在这时 校长前来帮忙 带他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 因为义燕目前的性格过于直男 要激发义燕的懂了性格 义燕此刻才想起来她的大号 她的百兽之王人格再次复活 少女望着秦泽走过来 以为她要为他们加油打气 然而此时义燕的人格 已经完全转化成了秦泽 那些那些织不足的 评刺程中和基电工 好像只有一个维他 评刺程也计刺程中和kee 评刺程中和 supervisor 是三座 评刺程中和洋评刺程中和音乐 阿紫背后眼神注视着快速发展的情况 与此同时 男二并不知道异艳已经人格转变 继续向他们展开一轮暖男攻势 然而已被秦泽的人格感染的上路 已经对于暖男风的男二毫无兴趣 他的心已全然沉溺于秦泽之中 于是秦泽借机大胆行动 在课间休息时间直接发起一番激情的壁动攻势 阿紫看着少女已深深爱上秦泽 特地向他透露消息 为了争夺林兰的顶点 秦泽在天台打麻将时被袁智打了一顿 少女听到心爱的秦泽被人欺负后 立即跑来 最终他们成功取得宝珠 现在正在等待医院的归来 然而此刻的意验已经发生转变 因为内心的抖拉斯被强烈激发 成为一个超级大猩猩 为了阻止他的抖拉斯性格 法师想到了应对方法 最久的地位 吉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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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转职的易燕又造成乌龙 而他竟然转职成了一只狗 原来今天他们路过了转职神社 易燕本打算成为一名圣骑士 填写表格时他的剑被偷了 而表格只留下了一个字 最终他意外地成为了这个高级职业 队友们如往常一样 只能在村庄等待易燕的归来 他们卧在旅馆里 系统这时传送了一个新的伙伴 而这个新的伙伴 正是之前99级的花花公子 这次他的身份得到了晋升 成了一个超级巨星 而他比以前则更加油腻了 与此同时 在易燕寻找队友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长相与自己相似的人 自称陶太郎 并给易燕喂了一个糯米团子 虽然易燕起初拒绝 但狗的本能让他不由自主地吃了下去 于是以狗的身份成为了陶太郎的伙伴 两个异燕开始自言自语对话时 又来了一只猴子 并且想成为他们的伙伴 而这个全新的四人组 居然看到村庄内正在举行活动 只允许男人参加 奖励竟然是命运宝珠 看到活动后队伍里的大叔 直接参加了比赛 男子们需要列队慢慢走 而旁边的女人则扔石头 阻止他们前进 大叔自信地走在最前面 最终大叔输掉比赛 只能遗憾退赛 主持人看到失败后 在一旁气馁的三人 跑来鼓励他们 并给予了他们最终比赛的资格 最终比赛要求 从后山的鬼夺取铁棒并带回来 于是四人再度出发 路上担心贵重鞋子会沾上泥巴 而花花公子则又只选择观战 他们最终到达了鬼屋 正好陶太郎带着伙伴们 和异艳一同抵达 然而异艳与陶太郎相处的过程中 他又又又又要选择叛变了 而这次的叛变原因 竟然是因为他变成狗太舒服 何、何だと? 这种状况何を言い出したのかな? 犬として自由に暮らす 最高なんです どこでうんこを捨てもいいんですよ いつでもどこでもうんこができるんです うんこ関連の理由だけであるならば 魔王を一緒に倒し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何がおかしいんだ君は 何も面白くないようんこは しかし このうんこ死放題の生活を捨てがたい それに比べれば魔王などどうでもいい いい それだけの竜太郎本当にいいから 魔王倒しましょうね とりあえずその前に 鬼倒しましょう じゃあみんなでいきましょう はいこちらですどうぞ いい面図どうぞ いやー 最終在佛祖的帮助下 异艳成功恢复了勇者的身份 他们也终于集齐了七龙珠 準備前往天空魔王的城堡 これで 魔王の大神殿に乗り込むのか? 仏の導きを待ちましょう 异艳和他的三位伙伴 终于集聚了七龙珠 来到了天空魔王的城堡前 正当他们准备行动时 佛祖突然现身传达了一则神谕 詳細说明了 击败魔王的正确方法 首先由引导的七人 共同攻破魔王的第一道防线 但最后的致命弱点 必须由异艳亲手摧毀 并给予最后的绝殺 同时他们还要去魔王的城堡 夺取三件宝物 闲者之石 使持有者学会所有法术 火焰之剑 使持有者学会所有剑术 以及绝杀之剑 寓意非常明显的神剑 然而他们面对的魔王神殿 却隐藏着令人身位的迷宫 佛祖交代完所有事情后 祝愿他们好运并离取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进门就找到了第一件宝物 石だ石が入っています 伊燕等人以为后面的宝物肯定更容易获取 于是他们来到一个迷宫地图 却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上楼梯前往上一层 这是机灵的法师发现了异常 只有楼梯旁边的地板箭头指向楼梯 最终他们发现了这个细节 成功上到了上一层 并眼前出现了一个宝箱 伊燕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 立即独自走向宝箱 幸好阿子已经学会了所有的法术 成功复活了伊燕 随后大叔自信地表示自己不怕火焰 可以吃刚出炉的小笼包 于是他也走向宝箱 这时法师发现了关键细节 需要一样东西让他们穿越喷火区域到达宝箱 伊燕一听原来如此简单 突然想起入口处的巨石 尽管看起来很重 但对我们勇敢的意愿来说 推着这一看就是泡沫的岩石不在话下 最终四人面对着与火焰相关的关卡 宝箱里肯定装着他们渴望得到的火焰之箱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宝箱竟然是一个宝箱怪 同时释放了死亡咒语 而我们的伊燕再次变成了棺材板 由于阿子使用了大量的复活法术 他的法力已经所剩无解 众人开始考虑是否传送出去找旅馆休息 然而转角处竟然是魔王迷宫中的一个旅馆 他们很疑惑为什么魔王的地盘上竟然有旅馆 旅店老板解释说 这里的住宿费用非常高 而所有的勇士都会选择在这里住宿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小小的赚钱机会 老板还告诉他们要小心 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位勇者能够活着回来 休息后四人继续前行 走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宝箱 然而眼前的地板颜色让众人起了疑心 从颜色来看好像并没有危险 我现在要把颜色连长刀到 要是如此 然后一步一步 死亡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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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儿然后您看车 《敌人道》 然後我會來打擠 知道了 他们利用伊燕的棺材板作为跳板 从外面筑袍踩在上面 最终成功打开了宝箱 同时也靠伊燕的棺材板走了出来 法师还特别提示他们脱了血了 他们目前只剩下最后的绝杀之剑 最终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宝箱 然而守护神却出现在宝箱前 大叔觉得这么可爱的小猫玩偶怎么可能是妖怪 于是和众人战斗片刻后 不久玩偶猫开始感到困倦 伊燕趁机要进行偷袭 啊啊啊啊啊 是呀KB的新出場 什麼? 他自身去 這是… 最終的剣 這是… 配備是揃要 昆明 我呢 曖昧 布拉克俱人 悠彦 去吧 這裡 這裡有魔王 魔王 你是魔王嗎 你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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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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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喚 什麼 這裡 終於 魔王 現在 魔王 弱點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沒有一個寶珠響應 異彦苦斯寶珠是否有問題 拿出一顆寶珠查看 竟然看到了佛祖的全息影像出現在寶珠中 佛祖向他們解釋了七位引導者沒有參加的原因 居然是因為他們的檔期安排不允許 而且要找他們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 由於本集的魔王經費已經超預算 佛祖告訴了異彦最終的解決辦法 有嗎 有的話 快點去吧 嗯 逃走 什麼 逃走 逃走 七人的項目 再改善魔王 挑戰 那我現在有其他電視劇 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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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改善魔王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從生命中 喔喔 那艱拿鋪成力 全 Planning 喔喔喔喔 迴景點 在失去绝杀之剑后 与伙伴们休整时 一雁又双若卓想放弃打败魔王了 这时佛祖传送过来 告知异雁可以选择三个结局 面前有三扇门供他选择 一旦选择其中一扇门 冒险就会结束 异雁选择了中间的门进入 他们被天使带到了天国 在那里幸福地生活 于是异雁又选择了第二扇门 结果他莫名其妙地打败了魔王 在众人的欢呼和鼓掌声中 故事顺利羡慕 最终第三个结局 他传送到了家乡 伙伴们已经提前传送到了身边 他们听到房间里有讨论声 原来他们传送到了第一季第一集 意焰要拔剑成为勇士的时空 当他们打开门一看 眼前摆放的并不是他们出发时的剑 佛祖这才告知 面前的才是真正的绝杀之剑 意焰用自己的剑替换了绝杀之剑 并将最开始的剑插入地面 那么早上 带来到魔王ゲルゾーマの神殿に 带来到魔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仇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焰看着宝珠打穿魔王的防御 立即给予了致命一击 魔王最终倒下了 正当他们以为已经取得胜利 世界重归和平准备离去时 魔王居然展现出第三形态 在面对魔王第三形态时 被引导的七人立即发动宝珠 试图再次攻破魔王的防御 然而第三形态的魔王坚不可摧 宝珠全部被击碎 七人也随之消失 大叔看着倒下的两位伙伴 立即使用了最强招数 魔王似乎被砍成两半 然而随即就恢复了 另一击秒杀了大叔 随后魔王使用了最强一击 异焰也倒在了地上 他们就此团灭了吗 然而异焰想消灭魔王的意志还在 他的心脏奇迹般的再次跳动 何、何という事だ 何、何ということだ これは全て私だ 過去から招き手渡した 我... 我... 你絕對你 什麼事啊 我... 人間... 看著已經完全死去的三位夥伴 一眼留下了悔恨的眼淚 佛祖趕快告知 他... 團長さん 團長さん 恩? 何故俺の名を知っている? マイカ 嫌な時代になった者だ この先の山に向かいましょう 話を聞け そこに行けば 私を狙う女子に会えるので その女子を仲間にして ウッサンの村に向かうと 金髪の教祖がいます その人も仲間にしましょう お! 小僧! 何言ってる? 仏のうっかりで 昨日の私が冒険に旅立った直後に戻された 私は再び 仲間と共に魔王ガリアスを倒す旅に出たのだ この時の私たちは全く気付いていなかっ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